从综合格斗版图中四隐四线的爱尔兰巨星康纳麦克雷哥终于宣布回归将会在UFC229中对战万众瞩目的新一代UFC轻量级冠军熊英哈比布诺玛格麦道夫 康纳上一次打MMA还是近两年以前在UFC205领先主赛中夺取了轻量级腰带成为双冠王 他上一次打比赛还是一年前与拳击界明星 梅威色的跨界金钱站毫无疑问康纳创下了辉煌不仅用实力还用性格当然如果要搬出打假赛的阴谋论来说事的话那我也不想多劝了 或许也是因为他取得的辉煌太大了或许也是因为他的性格太鲜明 太独特了人们开始忽略起了他的实力 麦克雷哥其实没多厉害他能到达如今这个高度都不过靠一张嘴来炒作自己罢了 在康纳躲在钞票后面拒绝出赛的时间里人们经常这么说 其实康纳原本的嘴炮策略并没有为自己招来多大的黑点 但就在这一两年内粉丝和选手们对康纳的敌意是越来越大 这就不能用康纳曾说过的他们只不过是极度 来源了首先康纳在以卓越表现夺取了UFC与量级和轻量级冠军后 却并没有尝试过一次威免击败奥多后 他与内特迪亚斯打了两场金钱战 然后去了轻量级击败阿尔瓦瑞斯后他又转航到了拳击 再者康纳在八角龙外的行为也有些不显点 以下为了简洁表达列出康纳错过的蠢势 1.在一场贸雷特赛事中康纳在比赛结束后直接跳进八角龙推开场台 去拥抱自己过胜了的队友 2.在自己小弟罗伯夫对阵小将安德烈菲利时康纳不断在边角处 大喊大叫还不断流走在八角龙 四周完全没有尊重和专业风扇 3.臭名昭著的砸大巴事件让 本来阵容丰富的UFC223一下少了三场精彩对决次 再有选手退赛尤其轻量级顶尖选手比如福格森 史堪纳便会跳出来嘲讽一下可他又不愿意站出来贪欲比赛 因此受到了不少批评等等 不得不承认麦克雷哥能带来的能量确实大就单说他的卖比赛能力 UFC历史上数字赛购买量前五名里有四场都是他做领钱主赛 唯一的另一场是UFC100可他做下的有些事吗确实有在删却 那么现在他又要打比赛了我们抛开这些戏剧不谈就说麦克雷哥的实力 他到底有多强 有人说麦克雷哥从进入UFC开始就被UFC总裁白带哪里给了人少股 确实这几年来他就像是白带哪里首扬曲的摇钱术 也颇受UFC官方的宽容和照顾干这就证明他没有实力骂我们常说盲目吹捧不是好事但盲目的抹黑 拉逼别人也不是做人的最佳选择 赛克雷哥的银少准似乎还真不是谁都能含得住的在中等水平国际赛事 Key Warwell赤炸风云必拿到起雨 轻量级冠军的康纳在2013年被迁入了UFC 他遇到的前三个对手分别是参加过中级斗士布里梅奇 当时还未成熟的何洛威以及曾经令人生畏之后 就开始没落的布兰多虽说布里梅奇和布兰多都不算是最顶尖的斗士 而当时的青色何洛威跟如今的冠军何洛威肯定大 不相同再能够顺利的冲破这三位也证明康纳确实有挑战UFC顶尖的实力 那么他之后KO的钻石哥普瑞尔也是个软带嘛 虽然当时还在雨量级的钻石哥并没有现在这么成熟老练 而且康纳的那一拳也被以为是打在了后脑 有很多情况下高扫也是击中后脑 但该是KO一样是KO 但再怎么说把当初的钻石哥比喻成雨量级顶尖的守门员 不过分吧 如果实力不强早就倒在守门员的众 全知下了2015年康纳就已经成为了雨量级排名 第五的选手可哪怕是如此也有人质 以他到底配不配待在雨量级的顶尖 于是康纳就轻松网虐了当时仍处于巅峰的雨量 及Top10T拳手丹尼斯西瓦 虽然这个名字最刚刚关注 MMA的人不熟悉但西瓦在几年前也确实有过自己的辉煌 虽然不能说他是个冠军竞争者 但起码排名地位摆在那里 他的扫腿和后踢也让不少人望而生 未仍然觉得康纳是在被追淫勺子 那么看看他是如何击败雨量级顶尖查德门德斯的门德斯的爆摔和地面控制局 则了不晓得成功 但只要比赛处于战力 那么康纳就立马显示出了主宰力 也就是在地 二回合莫西当康纳正托树复恢复了战力后他在几秒内联系中击TKO了对手 当然如果有人坚持要质疑康纳的实力的话也可以说 门德斯输了 是因为他没能有合适的备战 时间他是替补奥多出场的 不过在之后康纳挑战的冠军奥多 可是有着全部的训练能时间 康纳一三秒完成终结缴性们网络上早流 传出了康纳在赛前准备室里不断练习后华加营基索全动作的视频 在多年前的一场Cage Wallwear比赛中康纳也是用了同样的技术完成终结 所以与其说康纳是瞎猫碰个死耗子 不如说是他在心理上攻破了奥多 看穿了奥多并用比赛结果 证明了自己确实是个非常特殊罕见的棋台之后 康纳与身还比自己大一圈的迪亚兹再次中量级打成了一身一副 二班战比分很有争议 也在一战的失败中被人购病是地面技术太差 我之后会讲到这个问题 但在UFC205的轻量级冠军挑战赛中 康纳又以绝对主宰的方式终结了当时的冠军阿尔瓦瑞兹 当然阿尔瓦瑞兹在赛前也是信心满满的说道 康纳从没遇见过一个像我这样的斗士 似乎每一个康纳的对手都这么说过 康纳是被白蛋拿以手扬起来 那马当然这点毫无争议 但为他安排对手时UFC也绝对不 是像很多人口中说的在给康纳喂食 毕竟UFC多年来希望培养了未来之星 很多有多少选手都是带着无限的热潮进入这个 但是组织却因为实力上过不了关被其他选手打了下去 人们对康纳的看法真的没有 偏见嘛都说康纳能击败之前的对手 是因为他们不是处于懵懂期 就是没落期 首先这个说法就不成立 大家可以从网上看看当时那些对手们的战绩 就能读懂他们生涯所处的位置 在这难道康纳在进入了UFC这几年里就没有进步吗 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懂一点合斗的人来说 康纳在实力上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他的进步又有谁关注 那最后说到康纳的垃圾地面 其实如果大家认真看康纳之前的比赛 他多次在击倒对手后 利用十分扎实的主改位 这完成了终结在对阵门德斯时 康纳也曾用流畅的高水平柔术技巧 逃脱了一个断头台 门德斯来自的阿尔法男团是最善断头台的 在对阵迪亚兹的一番战中 康纳用出过一 个漂亮的开始防御位置扫技 翻转了位置至于被迪亚兹的无情降服 康纳当时已经处于遭受重击的迷惑状态 而且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懂 如果你对上了再某一方面比你水平高很多的人 那你就显得十分弱 几乎什么也表现 不出来迪亚兹的柔术 于康纳就是这个现象最好的体现 不了解迪亚兹柔术水平的 可以回顾他之前的比赛 至于康纳被梅威瑟终结拜托 那可是梅威瑟就算他年龄大了 而康纳是可以拳法位 主的MMA都是但隔行如隔山 康纳输得不丢人 把如今康纳的训练名里多出了像迪龙丹 尼瑟这样的缠斗高手 给予他柔术方面的进步 康纳即将对上的是如今的轻量级冠军 主宰了每一位对手的小鹰 哈比布从风格上来讲 哈比布绝对克制 康纳但康纳就是这么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男 人他的移动能力配合上一击KO的后手直拳 无论对谁也肯定不是个easy Fly轻松一战 如果你是个康纳的黑粉 那么希望你不喜欢 他只是因为他在发小龙丸所做下的蠢事 如果你是个康纳的铁粉 那有请你在支持自己的偶像 时不要对其他选手妄加诋毁康 那麦克雷哥的实力绝对不差 可以说绝对属于世界定先 他能不能击败哈比布来证 您自己我们谁也不能确定 我只能想象 如果康纳输了那么 黑粉们肯定会纷纷站出来说 哎呀 我早就要到他会输 他是UFC历史上最水的冠军 但如果康纳赢了黑粉 没有会员到 哎呀 哈比布的弱点 我们早就看出来 了康纳有本事 接受福格芬的挑战呀 作为一个粉的所有斗士 的我无论康纳输或赢 我都会对他抱有最诚挚的尊重 因为他做到过其他人 无法做到的事情 这背后的辛酸苦辣 艰难苦恨或许也只有他自己 知道大作者 金浩宇 雷元